就一開始就是朋友介紹嘛 然後我們就開始先在領域上慢慢聊天這樣子 大概聊了一陣子之後 人怎麼不見了 他是不是不理我會怎麼樣 就好像心中有一種默默的那種失落感 到後來就說 奇怪你怎麼突然失蹤十天了 他說對齁 你上次說要去日本 然後就覺得 其實好像他慢慢就是在我心中有一種位置在 然後就想說 找個機會 就把他約出去 趁那時候我們剛好去埋葬 然後吃完冰淇淋 然後上那個向天湖 下午多多聊到五六點 然後發現慢慢變冷了 他很捨不得離開他的臉 像我們交往四年多 到結婚這幾點 我每天晚上 一樣整個他十點下巴 可能要等到 你喜歡之後幹嘛到十五點 我們還是可能聊一小時或兩個小時的電話 每天都聊 親娘最愛什麼東西? 摩擦 溫柔體貼美麗大方 善解人意 我不管講什麼 他都可以跟我回話 然後會跟他回話講 就是好像我們彼此好像 可能說你原分很久 認識很久 然後可能就是都有話講那樣子 是愛的抱抱 要和伴郎吹完氣球之後 然後胸口抱氣球 那 因為時間的關鍵 這應該是懲罰了吧 哈哈哈哈 那以前我剛跟他交往的時候 然後就是可能我們早上今天約八點 然後他家樓下接他 講這個 然後結果 結果我可能八點就準時到了 然後他可能晚了十分鐘 會播出來 十分鐘二十分鐘下來 他就會有點生氣 說你幹嘛這麼準時到 我在樓下等他 他會覺得有壓力這樣子 他會說我遲到沒有關係 但是不要發脾氣 對啊 哈哈哈哈 有時候我其實 譬如我們約八點 我可能有時候七點 假設的感覺七點半就到了 然後他下來我說 你在那邊講 沒有八點才到 後八點五分十分才到 就不敢講太接近 怕他又會那個 情侶其實太輕鬆了 這個之後我也有改進了 不過我看聖君他也 他感覺像是很小很小 他也沒有真的很配了 其實不會 因為其實有時候 他生氣或幹嘛 他每次我都會在笑 他說你為什麼 我在生氣你在笑 其實因為我是覺得 我說今天這樣子還蠻好玩的 對我說你把我當作很好笑嗎 這是事件可笑的事嗎 請認真的 我現在真的生氣 然後他就會這邊一直笑 他很喜歡海鷗Kitty 跟美德丁那些 然後所以他看到一個 一家做杯子蛋糕的 他覺得這個東西還蠻貴的 然後他就死 因為他不是 他是長這麼大 對這麼大 平常不會去買它來吃 平常逛街經過 像臨時買這麼一大個 也不知道怎麼吃 然後所以我就記下來 然後所以今年他生日的時候 我就是五點下班 就趕快衝去板橋買 然後坐捷運過去 坐捷運 坐火車怎麼回來 然後等他下班的時候 然後這樣偷偷的拿那個 給他一個surprise這樣子 寶貝 我們在一起四年半了 然後你常常說 你就像水一樣很容易 那個水皮一樣容易破碎 可是你放心 我以後會當你最堅固的花瓶 永遠保護你 因為讓你 像玫瑰一樣 就在那花瓶裡面 那我要永遠的保護你 然後 我要現在告訴你 我會一輩子永遠愛你 然後永遠保護你 希望請你嫁給我 我願意 我們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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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天 有一個小的消息 我們可以叫 我們回去 來 還是 你 有一個小的消息 有一個小的消息 他 他 往後來 我們 祝福 oh holy child our king fill our hearts with wonder turn our winter into summer fill our lines with laughter peace and joy 也是谢谢你让我开始就是 变得更好的自己 那我也希望就是说 你可以跟我一起共同努力 就是好好的撑起这个家 谢谢老公我爱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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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